记者邱芷柔屏东报道,屏东竹田国小想应食农教育,每个月规划一天校长面包日,由厨公妈妈利用当季食材自制面包甜点。 这个月的校长面包日已生产过剩的香蕉当主角,透过美味的香蕉蜜糖吐司,在课堂上带动学生探讨产销失衡问题。 竹田国小校长谢俊明说,今年香蕉创下历史新高,却也出现价格崩盘情形,大好大坏全在今年发生,很多孩子家里就是务农,所以特别透过校长面包日将香蕉当作烘焙主角,一方面除了力挺胶农,一方面也带孩子探讨生产端、加工端、销售端与消费端之间的关系。 可口面包出炉 校长面包日成为竹田国小学童最期待的日子。 去年3月开始,竹田国小厨公王分枚就发挥创意,把屏东当技能特产,透过烘焙推出不同口味的面包,无论是加入在地柠檬的杯子蛋糕,百年樱桃树制成的果酱吐司等,都让学生回味无穷。 谢俊明说,透过烘焙的转换,除了让学童知道香蕉可以有不同的吃法,刺激香蕉消费,透过食农教育也带着孩子认识,为什么产地价格与大家在市场买到的价格不同,为什么会有产量过剩的问题,如何有效避免抢重等问题,带学生从小培养从产地到销售的观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